大家好我是天东 今天给大家带来2020年国庆特别版的内容 我们来到了我们伟大祖国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在每年国庆的时候天安门广场都会布置花坛 我们来看一看今年天安门广场的花坛有什么特别之处 在最中间最醒目的就是中轴县上和天安门相对的这个大花篮 我一开始还想呢这花篮里不都是一些假花吗 有什么可看的 后来才发现不对这花篮里暗藏着秘密 这花篮里的花吧审美不审美 咱们先不说 可以看到有些花 它的形态还是非常特殊的 能够识别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植物种类 游客可能不在意我这职业病犯了 我就开始认了 我仔细看了一下 优贺这花篮里用的一些植物还真有点特别之处啊 后来才知道花篮里的花来自于我国各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 都是他们的省花市花和区花一共有30种 我们先从花篮的南面也是同时能看见花篮和天安门的这一面 我们从这来说起 其中那朵最大最鲜艳最醒目 或黄黄呼呼呼的那朵花就是牡丹花 牡丹是山东省的省花 因为何泽牡丹还是非常知名的 过去的时候何泽叫曹州 有一句话叫曹州牡丹甲齐鲁 把牡丹捧火了的武则天可能不服 不过曹州牡丹是清朝的时候开始兴起的 武则天早不知道哪去了 另外一朵红色的 还有旁边黄色的这些都是月季 月季是天津市的市花 因为天津曾经是我国非常重要的月季的栽种和培育基地 同时月季也是北京的市花之一 不过我们现在在天津北京看到的月季统称叫现代月季 中国古老月季不长这样 长什么样呢 来看看 这就是古老月季之一月月红 我就觉得现在网红和炒股的人应该供着月季 月月红多吉利啊 另外红色较大的是山茶花 它是重庆市的市花和云南省的省花 其实最初的标准形态的山茶是单瓣的和花篮里的形象不一样 不过呢 在西南地区 从宋朝开始就有很多的山茶品种慢慢的培育出来 包括这种虫瓣的山茶 您还记得天龙八部里段玉说的吗 山茶有很多的品种 这个虫瓣的山茶就叫十八学士 旁边还有多粉色大花 这个是百合花 百合呢 是陕西省的省花 因为陕西省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百合产地之一 只不过食用药用的正根百合开花是白色的 只有那些观赏的园艺百合品种开花才是花里胡哨的呢 在花篮里还有一个侧面长的紫红色的花 这个是杜鹃花 杜鹃花是江西省和贵州省的省花 只不过呢 最经典的杜鹃花应该是红色的 俗称又叫硬山红 在华中地区以南 很多地方都有分布 花篮里还有一个形态 做的勉为其难的 看起来和杜鹃花有点像的 那个其实就是香港的紫金花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花紫金花 其实大名叫做红花洋体甲 在我国南方非常常见 顺便说还有一种植物的名字 就叫紫金 跟这紫金花不是一个东西 花篮里还插着一只 这是浙江省的省花兰花 所谓的国兰有很多种 我估计这个倾向 就是建兰惠兰一类的 浙江省确实有丰富的 野生兰花资源 但是现在面临着乱采乱挖的威胁 不买下山兰从我做起 这个花篮的上方 还藏着一些东西 需要仔细看 其中有一个就是君子兰 它是吉林省的省花 君子兰传入我国的时候 在吉林长春的气候 比较适合栽种 而且当时在长春护国寺的 河上栽种君子兰比较好 所以君子兰有个别名 叫长春和尚君子兰 花篮左侧竖竖起来 那一阵黄色的是蜡梅 注意蜡梅的蜡 最好写作蜡烛的蜡 而不是蜡月的蜡 蜡梅是河南省的省花 这让我有点吃惊 我还以为河南省的省花 怎么也得是牡丹 还是什么 这个蜡梅选的就非常有文化 因为蜡梅这种植物 在中国古代流行起来 就是从北宋 苏东坡 黄亭坚 他们在东京汴梁 发现了蜡梅以后 把这个东西生生的给炒起来的 暗香来嘛 胡色的梅花在近现代 相对更流行一些 诶 这还插着一个呢 这是宁夏和内蒙古 这两个自治区的蛆花 马兰花 这个马兰花的正是中文名 叫做马蜜 它和江南地区吃的马兰头 不是同一种植物 在我北方干旱的环境里 马兰花经常能够成片的生长 诶 说的有点多 让我歇会儿 一会儿咱们再继续下半场 对了 背景音乐是我用口琴吹的 二十年没碰口琴了 吹的实在是不怎么样吧 我们绕到了花篮的侧面一看 发现有一些花是重复的 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 刚才没有说到的种类 顺便说这花篮里 还夹杂着一些水果 这些水果都非常常见 我就不一一细说了 来 咱们的下半场 从这个侧面开始 先说这个花篮里 最奇怪的绿色的 跟卷心菜一样的 那个大包一样的东西 那个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 蛆花 雪莲花 真正的天山雪莲 真正的雪莲花 在我国只在新疆有分布 而且现在也有半人工的种植了 花篮右下方的粉色的花 那个是湖南省和四川省的省花 芙蓉花 它的中文正式名叫木芙蓉 木芙蓉在秋天开放 号称叫聚双花 聚绝下双 有单瓣的也有重瓣的 花色还会变挺好的 可惜北方不适合栽种啊 在花篮里 另一个粉白相间的是 黄山杜鹃 这是安徽省的省花 虽然在安徽省之外 其他地区也有分布 但是它的中文名以黄山命名 它的拉丁名以安徽 安塞斯命名 可不得是安徽的省花吗 另一个做的勉为其难的形象 是蝴蝶兰 蝴蝶兰是台湾省的省花 但是在制作花篮的时候 参照的肯定是花色上 常见在这种观赏的 杂种蝴蝶兰 但是其实台湾有代表性的是 原生的白蝴蝶兰 俗称叫阿妈蝴蝶兰 阿妈就是那个 阿妈 就是那个阿妈呀 画廊中间还能看到一朵 睡帘 这个要虚微的批评一下 因为我猜这里肯定想用的是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蛆花莲花 也就是荷花 荷花这个东西和睡帘 它真的不是同一类东西 只是长得像而已 它们的亲缘关系 其实相对的还挺远的 在以前科学家也搞错过 不过现在已经明确了 你要说莲花跟睡帘 真的不是亲戚吗 这么说吧 莲花跟夏威夷果的亲缘关系 反而更近一点 花莲这还藏着一小驼驼花 这是暴春花 是西藏自治区的驱花 当然在我国 特别是青藏高原上 有很多野生的暴春花 不过正式名就叫暴春花的 这个种类 在西藏其实并没有分布 而且花莲在制作的时候 可能参考了常见花 会欧暴春的形象 西藏的野生暴春花 从春末开始开放 有机会可以去青藏高原 好好看看野花 在花莲的上方 还藏着几朵古久古久的花 其实这就是郁金香 它是甘肃省和青海省的省花 但是其实观赏的郁金香 在我国并没有原产 在我国西北地区 分布着一些野生的郁金香的物种 其实也都挺好看的 花莲里白色的那个 就是江苏省的省花茉莉花 茉莉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有清香还可以做花茶 到了夏天的时候 包括江苏在那的华洞地区 又沿街卖茉莉的真香啊 然后我发现花莲里插的小碎花 它不是路人家小钻峰 这种可以忽略的东西 比如说这就插着小扣扣的三角梅 这是海南省的省花呀 三角梅的中文正式名叫光叶子花 看起来像花瓣的地方 其实是它的叶状包片 在南方三角梅真的是超级常见 而且现在很多花友也愿意 自己栽种各种品种 各种颜色的三角梅 小扣扣花里还藏着一只紫色的 这就是丁香花 是黑龙江省的省花 其实紫丁香在东北 华北等地都有分布 以前的紫丁香俗名叫华北紫丁香 就有点对不起黑龙江了 行了 什么花呀 甭着急呀 咱们还有加石呢 说实话 我真心觉得这个省花市花的思路挺不错的 做的再好看点多好啊 再换个角度 一眼就看见了硕大的菊花 菊花是北京市的第二个市花 我就想啊 满城近代黄金甲到底带到哪个城去了呀 回头我会专门作用 关于菊花的视频 今天就不细说了 欢迎大家一直关注我啊 藏在花篮里的小扣扣花 黄色的就是桂花 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曲花 从古代开始 广西的桂花就非常知名 广西的简称也是贵 对了 我想去桂林那歌怎么唱的来着 在花篮的上方还藏着几只水仙花 真的藏得好隐蔽呀 水仙花当然就是福建省的省花了 因为张州的水仙真的很知名 但是呢 在花篮的下方 其实也藏着一朵白色的 特别不起眼的花 那个是辽宁省的省花 叫天女花 不知道为什么坐花篮的时候 把天女花藏在那了 天女花可以看作是一种木兰 花很大很漂亮 在辽宁有分布 小可可花里还藏着几只鱼叶梅 这是山西省的省花 鱼叶梅也是华北地区 比如说太行山常见的一种野生的灌木 野生的鱼叶梅花是单瓣的 还挺秀气 可是现在栽培的鱼叶梅弄得虫瓣的 看着还傻不垃圾的了 而且不光在山西 全国很多地方都栽种鱼叶梅 又一次我到拉萨一看 路边栽的这不鱼叶梅吗 他相遇故知啊 再换个角度 这个红色单瓣的就是木棉花 也就是广东省的省花 木棉原来叫斑枝花 白蓝不蓝的 这个其实是白玉蓝 也就是上海市的试花 上海挺到选白玉蓝当试花的时候 说它是洁白芳香热情奔放 而且专家还说 要和广玉蓝和白蓝花香区分开来 要不然的话容易弄混了 最后花篮里还有一叢白色的小花 这个是河北省的省花叫太平花 太平花在华北等地都有野生分布 而且呢 明清两代的帝王皇家 都把它移种到皇宫里边去 还用它来祈求吉祥 说实话 别管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 太平还是最重要的呀 最后说一句 我的这个BGM名字叫 我们多么幸福 是不是特应景 最后祝您假期愉快 还得祝您别跟我似的 看花篮看多了 秒变八线里的蓝彩盒